Hello,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科棠,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这里分享麦克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使用Final Cut Pro 10快速上字幕的方法 因为我的节目呢,从第一期开始就在加字幕 所以我真的非常理解加字幕过程中的那些痛苦 非常耗时间,非常无聊 经常我加加都开始困了 然后呢,节目做好了,很想发表 但是却被字幕拖着 要耐着心子去把它完成 最开始呢,我加字幕的方法是非常常规的 现在来看,都有些原始了 就是要把所有的竹子稿都写好 在配音频的时候,尽量要按照竹子稿来 因为会减少后期的工作量 然后呢,把竹子稿导出成文本 再导入到一个叫做Arctime的软件 同时把视频或者是音频也要导入到Arctime里面 然后呢,根据你说话的节奏 使用快捷键一点一点的拍打来上字幕 最后呢,你还需要复查一到两遍 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它导出的XML文件 一旦导入到你的Findcard里面 是没办法修改的 后来呢,得知有一个叫做讯飞听见的网站 它可以自动的把你所有的音频转化为文本 而且自带时间轴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免去了我很多很多的工作量 这个网站虽然是收费的 但是很好地诠释了用金钱买时间的概念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不贵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先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寻飞听见吧 现在呢,就是我一个已经剪辑好的视频 准备把它导出成音频 然后上传到寻飞听见 这里面需要大家检查一下 你的视频是不是已经排列完整了 不会再有什么改动 因为一旦改动了,片段调整了 最后的字幕和音频就会对不上 好,我这边确认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把它导出 然后呢,这里面格式选择紧音频 完成的时候选择什么都不做 它就会弹出一个存储的路径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讯飞听见的网站 这就是讯飞听见的主页啊 然后有个机器快转 我们要这个就可以了 不需要人工精转 费用相对便宜很多 一分钟三毛三分钱 它这边显示的准确率可高达 95%以上 根据我使用这么久来说的话 它这个准确率没有夸张 甚至更高 好,我上传音频 出稿类型 一分钟左右就能转写好 诶,果然没有说错 已经转写完成了 我们可以查看结果 现在这个界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编辑界面了 它能让你直接在网页里面 就对生成的字幕进行编辑 会比你在编辑软件里面啊 或者是字幕软件里面编辑要方便很多 我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可以直接在这里面修改文本 而且你发现它的断句的话 已经是很自然了 并且在第一页草草看过去 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 这两段应该是完整的一句话 现在需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就把光标放在文本的最前面 然后点击删除键 它就自动跑到上面了 同样的 如果你想把一个文本断开分成两段 只需要在光标的地方点击回车 就完成了操作 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来小队一下音频和字幕 是不是一一对应的 停止播放呢 它有点特殊 是按键盘的ESC来停止播放 嗯 好了 现在我已经基本上修改完成了 其实它准确率很高 所以我只用简单的调整一下 并且可以 点击这个播放 然后呢一路就停下来 现在下载全部结果 选择这个SRT 它会自带字幕和时间戳 在原先的这个SRT的文件 是不能直接导入Final Cut 需要 使用一个第三方的叫做Arctime的软件 来把它转成字幕 那么现在在最新的 Final Cut的10.4.4里面 就有支持这个功能 为什么不使用Arctime呢 因为Arctime用起来还是有一些问题 首先 经常会出现音频播放的时候卡死 每次导出的时候呢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啊 总是不能记忆 我上次的字体和参数 我觉得肯定有这个功能 但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一个资源库 没有好几个项目需要字幕 它只能导入一次 如果再导入的话就会报错 为了方便 我往往会新建一个空的资源库 然后把导入的字幕文件单独 复制粘贴过去 这样做可以临时解决问题 但是后续的话 你资源库你的字幕会丢失 因为它文件名都是一样的 有好多重复的 非常的痛苦 现在我们回到Final Cut 点击文件 然后导入我们刚才制作好的字幕 这里面的话 角色可以改成简体中文 其实用英文也不影响 参数时间我试过了 与时间线相对或者绝对 都一样 肯定是有区别 但是就我现在这个项目流程来说 是一样的 所以用温人就可以了 好了 导入之后大家发现 最上面多了一排字幕的角色 并且这个字幕是可以修改的 就像你修改一些字幕文件一样 双击就可以调整了 还可以调整字幕的时长 好了 所以的话 借入两个新的工具 一个是训飞听见 能把你的语音转化成字幕格式 并且自带时间轴 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 另外呢 Final Cut 10.4.4 以后加入了对SRT字幕的支持 所以你就不需要第三方软件 导入到Final Cut里面 那么这个流程的话 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字幕 是不能修改字体和大小的 所以这是个人取舍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对我的流程 是非常的友好的 在字幕调整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把内嵌字幕改成显示 如果你这边不显示的话 它只会在某些视频频道支持内嵌 而固定的话 就会像刚才看到的字幕一样 永远显示在视频的下方 好了 这次关于上字幕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谢谢